C女士 是否造成婚内资产转移 要看法院的认定 一旦上了法庭 离婚诉讼 旷日持久 这对我们双方的当事人 都不是件好事 没关系 我们有的是时间乐意奉陪 而且据我所知 魏先生还一直属于 长期婚内出轨的状态 这应该是造成婚姻破裂的 过错方法 我这有张照片 魏先生 这是您吧 我们对这张照片的真讲 存在疑虑 这张照片明显是错位 你们这是在污蔑 就这张照片到了法庭上 不可能成为证据 能不能成为证据 上了法庭就知道了 你要是心里没鬼的话 大家可以试试 我当时的诉求很简单 分到全部财产的百分之六十 也就是九百万 以及小苹果的抚养权 归我离你失所有